Arnold剛才提及過很多次的科技股 也有一個政策的影響 最新的消息是星期五 就是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 將這個競爭行為重點加強執法 看到上星期五的科技股 普遍來說都是跌 特別是美團跌了半成 亞里也跌了3% 以及剛才看到的數據上 就是北水有症流出 好了,到這個時間點上了 真的開了科技股 Arnold,你覺得應該怎樣部署? 我們這幾個月都是這樣說 因為市場監督管理局 其實科技股沒有太大變 我覺得如果你將整體研究科技股的持倉比例 你降到一定的程度 開始沒什麼影響 你不會感覺到市場很絕望 我覺得通常比例就是大約 最多佔你的倉最多20%左右 沒問題的,你可以繼續搜下去 總有一天 內地不是希望科技股要死 不是要他們說要賺不到錢 例如內地的就業狀況 整個經濟增長 科技行業仍然是很重要的 但現在的情況就是要他們不要壟斷 要利潤收窄 這很容易導致股份的估值向下收貼 很多科技股 你會看到這半年 或者由二月份開始 你會看到跌了很多 有些說是50% 騰訊的那些較少 沒有了升幅 或者跌10%左右 尾團那些又是由高位計 沒有了50% 但其實我們就是說看時間跌 科技你看圖上 又是說跌了很多 但如果你說 當然科技成立的時間 就比較尷尬 因為說上年才成立 但其實你說科技股 對科技的貢獻上面 在過去一年來講 疫情之後開始升了很多很多上 現在科技股面對著問題 就是股值還未合適到 現在市場對它的整體看法上 所以還是會有向下收貼 所以科技股一定是 遇到一些長線部署 何謂真正的長線部署 起碼是一年以上的 你要一年以上左右的時間 才會有分裂看頭在 而短線會繼續向下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的持倉比例 還是偏重的話 減遲 買其他東西 令到你的焦點 不要只集中在科技股上面 有很多其他東西 是當炒很多的 你是不是靠那些東西 去賺錢 那些 甚至你說 如果你真的做一些超短線部署 那些東西永遠都是追紮 不會拿得太久 科技股我們都建議 不要中過頭買去住 因為科技股其實先游穿50天線 我們都會永遠覺得 就是等科技上回50天線 還有這些位置 整個氣氛好起來 才開始慢慢去顧底 你永遠試試去搏 最底的位置去買 跌得多的時候去買 當然你不斷地試 你總會中的 但問題就是 比你搏中的時候 輸過九次到死 所以你現在的問題 就是論直搏率 科技股都是以減持策略為主 降到一個整體延延持倉比例上 適合做長線部署 可以的 但你說去到什麼水平 我覺得起碼20%以來 甚至如果你真的看得密的話 我覺得等整個科技股 真的明確地轉勢 反壟斷優雷過了之後 才入市都未遲 什麼時候是 然後大陸行年頭的時候 做了說了 這個反壟斷政策 可能玩了整個2021年 整個年都是繼續這樣說 不出奇的 現在不是走了半年 還可能繼續捱下去 所以我覺得科技股 應該怎樣部署 整體延策上都是以減持為主 要不就抱一個長線持有心態 就現階段將整體持倉比例 降低它 將資金放在其他東西上 將寄望放在其他東西上 要不就直接沽了它 直接在炒其他東西 但這時候適合做一些短線補儲 科技股是否長線完全不行 不能夠上回去 我又不肯定住 但就一定不是說一兩個月 只是業績期這段時間 就馬上轉載 我覺得你要這樣期望的話 機會真的比較划算 注意這段時間